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来介绍一下Blender的AutoRig Pro 这个插件的使用方法和绘制权中的一些思路 首先选中你的角色的身体和鞋子的模型 选中之后,点击右边的Get Select Objects 点击OK就行了 然后就按照它的要求 就把每一个Google点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面 比如说肩膀放在肩膀上 脖子放在脖子上 然后这边我就快进了 放完大致的位置之后呢 就点脸部的Facial Setup 然后把脸部的骨骼也都放上去 在这一步呢,只需要放大致的位置就行了 但是,这点很容易 那就行了 很容易 说手放在你的东西 那你只能放在画里面 它就变一下 在手上 你可以放下来 这样的东西 它就算脏子 你然后再绿下规判 这边的主要是 水分 captive 就好 人哥 当你大致把所有脸部的骨骼都放上去之后呢 你可以把眼睛也添加到插件中 左边的眼睛放到左边,右边的眼睛选中右边 大致的骨骼都放好之后就选Go 好,我们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它的骨骼就显示出来了 然后在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进行微调一下 一些位置没有非常准确的地方 我们要给它再进行微调 这边我们的舌头和牙齿也都不要忘记 我们可以把牙齿和牙龈都先隐藏一下 然后来放舌头的骨骼 放舌头的骨骼就是平均一下就好 现在我们来放牙齿的骨骼 有时候你的大拇指它的轴向是会错误的 这时候你要打开它的旋转轴 然后再通过这边的旋转来 手动的去控制大拇指的旋转轴 多观察一下 旋转轴 旋转轴调整好之后 我们还是把它的位置骨骼点 重新的匹配一下 旋转轴调整好之后 放着骨骼 大家不要学我 我们搅动好之后 给它放上尾巴的骨骼 然后把尾巴的骨骼数调成八节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在制作过程中 这个尾巴的动画就会更柔软 这个尾巴看上去会更加生动一点 我们最后呢 还是把脚的骨骼再调整一下 旋转 它轴向也都再调整一下 骨骼都弄好之后呢 就按这个match to rig 就说又要经过一段时间计算 所以骨骼就会变成这样的框框的控制器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选中所有的模型 选完之后再加选我这个控制器 选这个binding 然后它这时候就会有一个门皮 门皮是什么意思呢 门皮就是把你的模型给它贴在你的骨骼上 就可以让你的骨骼控制你这个模型 我这边发现一个错误 就是我忘记把牙齿和舌头 给它门皮上去 这时候我再退出来 选中 牙齿牙齦和舌头的模型 然后呢 再加选我们的这个骨骼 还是同样的操作 在skin bind里面 给它门皮上去 好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里呢 我发现了两个小问题 就是脸部的这两个骨骼 我放错位置 所以我这边可以重新给它修改一下 这边可以重新给它修改一下 修改完之后呢 然后再重新给它完皮上去 这个插件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你把它修改 你的这个骨骼的位置 然后不断的进进这个文件 就是因为我还没有修改权重 我们在之后刷权重的步骤中 会教大家怎么刷权重 这边可以先放一下 我在这边又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又把裤子和谷歌绑定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 这个裤子是踏实不动的 方法还是用之前的讲过的方法 先选中我们的这个裤子模型 然后再加选谷歌 然后按Band 就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 然后我们这样子动这个谷歌的时候 这个裤子也会跟着一起动 全都绑定完之后 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动一下测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移漏的 然后从这一开始呢 我们就学习怎么刷权重 刷的时候别忘了打开镜像工具 这样子呢 你画了左边 右边就不用再画了 还省时省力一点 整体的看一下 把一些特别不符合常理的地方 先给它擦除 这样子 给它整体的给它刷一遍 刷权重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让你这个骨骼去控制 你想要让它控制的一个区域 比如说我现在是肩膀 我去让它控制肩膀的地方 我这个身体 我肚子 肚子的骨骼 我去让它控制肚子 而不是去控制其他的地方 这一步就是很潦草的 大致的给它刷一下 然后我们看这个尾巴 这个比较典型 就是我尾巴这个骨骼 我只需要控制它尾巴 不需要控制它这个屁股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屁股的这个部分 全部都删减掉 我们就说把尾巴尾巴的圈中 给它模糊一下 模糊工具的话 是工具栏左边第二个 像水地壮一样的工具 手指头也是一样的方法 是用擦除工具 把多余的圈中都擦除掉 来吧 我们开始写写的刷拳中 我们先设置个关键针 在零针的地方按I键 然后移动到30针的地方 我们旋转一下我们的手臂 然后再按一下I键 他就会自动有一个关键针动画 然后我们把我们手臂每一个关节都开一个关键针 这样呢我们就有了一段动画 然后我们就通过这段动画来观察 我们这个皮肤和骨骼之间的变形关系 我在这边把手的群众刷成红色 说明就是我用小臂的这个骨骼去控制 我这个小臂的模型 而且控制的数值非常大 所以它显示红色 然后我们选中手掌的骨骼去画整个手的那个群众 我们不需要画很多 我们需要轻轻的就行了 我们在手腕附近 我要把群众加多一点 因为这边的形变特别大 好 手指头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先设置这个关键针动画 然后再去通过这个动画来观察这个模型的形变问题 这边我就快进了 然后到了脚 因为我这个脚它比较另类一点 它有目击的根特别高 所以我就还是用了一个很狗的方法 就是把脚和目击把它当成一个武器 它也不需要有旋转的形变 所以我先选中脚的骨骼 然后呢把多余的部分给擦除掉 然后使用模糊工具 把它周围模糊一下 反复的调整 使用添加工具 把整个甲都包含在这个谷歌上面 然后选中这个鞋带 鞋带的话只跟着脚和鞋子一起动 所以我也是选中脚部的骨骼 现在弄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鞋子 我们选中鞋子 还是同样的方法 把鞋子不需要的骨骼给它擦除 然后选中鞋脚的骨骼 然后全部加上它的承转 就是我要动一下测试一下 感觉它有很多形变 这形变的原因是因为 它有不同的骨骼去控制 这些没有全部擦除 那这个时候呢 我寻找一下不同的骨骼 看这个小腿 我先把小腿擦一下 它在刷群众的时候千万不要急 想着一步到位 这些骨骼是互相会牵制 所以它一定是慢慢来的 一遍一遍去刷 添加减除 添加减除 我这边是找到原因 是小腿的骨骼控制了鞋子和鞋带 所以我就选中小腿的骨骼 把鞋子和鞋带上的权中给擦除 测试一下 OK 好 现在我们开始刷头部的群众 还是同样的方法 先打开关键针 让我们的嘴巴痛起来 然后再通过观察这个运动 看看有没有 不需要它动的地方它动 或者需要它动的地方它没有动 这里是之前连部错误的那个骨骼 我把它删除掉 并且添加我们需要的群众 要把它刷头部 嘴巴周围我们用模糊工具 给它模糊一下 这样子呢 它加上它更柔软 用用来自然一点 这边是眉毛的准备 把多月擦除 基本上一个好的拳钟就是中间是比较亮的,周围是比较暗的 慢慢的扩散出去 这边耳朵的拳钟的话,我把周围的不需要的给它先擦除 把这两个骨骼的控制全留在耳朵上面 别忘了还有牙齿 牙齿的话,我们可以先把角色的模型给隐藏起来 把整个牙齿看作一个整体 把左边、右边、前面三个部分的牙齿分成三个部分 所以我把整体都弄成一个红色 中间的话,中间是整体一个颜色 那这样的话,整个牙齿就会变成三个区域 然后使用,还是使用那个模糊工具 上面的牙齿也是一样的 本来是说是有趣的 因为我看来看来看,看来看 我看来看了 如果你们的房子 我看来看来看 那就是说是有点减的 我看来看来看 这边我是在寻找一些不需要的权种都给它擦除掉 因为在这些鸡脚干辣的地方会有很多错误 牙齿弄完别忘了还有牙齦的部分 牙齦的部分和牙齿是一样的 这边刷完权种之后它这个造型是比较奇奇怪怪的 这就说明它这个模型它有其他不同的骨骼去控制 都是一些很威小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一个个去寻找把它擦除掉 牙齿弄完之后我们搞舌头 舌头的话也是给它打一个关键针 舌头的全中的形状跟手指和尾巴是一样的 就把它做成一个长条形的 从中间往外散开 然后尽量地揉和模糊 这样子就OK了 然后再测试一下它的旋转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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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我们要来刷眼皮 因为眼皮它比较麻烦 但是我自己有得出来一套方法 就是怎么把这个眼皮的形状变好看 就是我们在闭眼的时候 我们让它眼皮上的所有的一些布线 有一个比较平滑的过渡 但我们现在也是同样的 先把它打一个动画关键针 闭眼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眼皮 它所有的布线都是一起下去 我们我们是想要有另外一个力量 给它把这些上面的眼皮给它拉扯一下 所以我就设置了这个头部的骨骼 给它作为这个对手方 就是我们眼皮这个骨骼或者控制器 在往下的时候 它有另外一个力量在拉扯这些眼皮 然后把把这所有眼皮呢 给它形成一个很完美的很顺滑的过渡 给它看一张 我们是该做的 包括画面,画面,画面,圖和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画完之后测试一下这个运动流畅不流畅 还不错 上眼皮录完之后 我们下眼皮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做一个动画关键针 把它闭眼 闭眼之后呢 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 给它画上圈重 刷圈重大概就是一个思路 就是让这块皮肤受到不同的骨骼的影响 然后让它能够很顺滑的在运动中 这个皮肤不会有很多走为传绑的出现 思路分享就到这里 就是 这个录视频 我这个口词也不是很清晰 希望大家多包涵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留言下面评论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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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